像愛河這樣子的地方 或是像柏惡這樣的地方 就是我的記憶開始就已經存在 那我本身就會覺得好像還蠻好的 它好像就有點理所當然 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轉變 後來我就覺得高雄有變得好像比較不舒服一點 然後也有一些很仇恨的事在發生 可能也有人會知道仇恨的事情 才讓我發現原本就是還蠻好的 現在就是很恐怖 我會怕 這一開始他當選 雖然不是原本支持的人 但是就是覺得好啊 反正他感覺還蠻有說服力 感覺還蠻好的 所以就還蠻信任 但是後來就是那種講話很誇大 後來卻沒有做到 本來是蠻期待的 但是後來也真的就是 因為一直在被騙在騙 然後就很害怕這種事情在發生 所以我覺得 我們推出這樣子罷涵的活動 是還蠻支持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跟公共有關的事情 他的行為有點不道德 可能就想說來做一點有公德性的事情好了 這次是有必要的 如果今天是一個同心練的話 那我算旁邊有異樣的眼光 那我也還是會繼續 一直這樣子的身份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或是它是一件自己的事情 應該要去做 因為異樣的眼光 所以就去 去做 這樣子會變得跟某些 一拳專制 國家一樣 大家都會很痛苦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那如果 如果有其他的店家 一起做的話 展示我們的 我們有關的事物 可能我們的商品 或是我們的想法 如果 面對這麼大的 問題 靠這個主力上的人做生意 然後 你去無視這樣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 長寶要跟你講 不了解的話沒關係 不了解的話就是 要好好去瞭解 跟長輩的觀念很一致 因為我長輩都是 由我去溝通的 我去溝通的 我去溝通的 我去溝通的